亚洲地位女网大满贯冠军来自中国的女将李娜 现在几乎成了中国体坛的新兴代言人 丰厚当天上亿的中国民众观看转播 不过让中国球迷更为关注的是除了李娜的成就之外 还有她退出国家队的决定 突破中共体制以体坛各体户的方式 为自己和中国体坛在世界闯出一条梦想路 6月4日在上亿中国观众收看转播下 李娜成功击败意大利卫冕选手 最后一球确定胜利时 在欢呼声中李娜倒地掩面 任由红土占一身 这位就是改写四大满贯百余年历史的亚洲女网将 我希望成为大学冠军 但是今天有人说我比较老了 所以老老女的梦想起来不容易 你能看到她穿红衣服吗 这是我丈夫 我为她做很多玩意 但是 无论是在法网记者会上拿年龄开玩笑 或是在奥网颁奖仪式上给丈夫的真心话 镜头前李娜自然不做作 没有官方选手样板 李娜曾经表明国家教练对她的帮助不是很好 也批评官媒不重视网球赛 2008年更退出了国家队 突破中共举国体制 自负盈亏 走自己的职业网球路 现在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已经转变了 引迹就是以正确的思维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他也不会在以前陷入在中共的教育里面 也就是说狂热忠 是能战性的一个思维 将这些人进行一个从小 从业余体校到体育运动学校 再到运动队 这样的三级的这个针对性的训练 将他们训练成一个就是一个什么运动机器 对吧 没有思维 你没自己的思维 29岁的李娜话题多 原先就读新闻专业 有一口流利的英语 现在身价更是直逼两亿 多家厂商代言上门 连李娜.cn的网郁明 也成为抢手目标 李娜丈夫身穿写着造就自己的黄色T恤 为瞧世界冠军卖金的太太加油 他们的单非奋斗 不只缘了中国几代人梦想 也给热爱体育的中国民众 不一样的方向 新唐人记者熊斌晨真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熊斌晨真采访报道